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5月6日 NBA季后赛继续进行 当森林郎和绝金分区半决赛都已经打完第一场时 东部还有两支青年军首轮决战抢气 已经进入分区半决赛的球队 东部这边凯尔特人4比1淘汰热火 尼克斯4比2淘汰76人 步行者4比2淘汰熊鹿 西部这边雷霆横扫醉湖 森林郎横扫太阳 绝金首轮4比1淘汰湖人 淘汰快船 魔术和骑士的系列赛 他们谁在主场谁赢球 前六场都是如此 魔术当家核心壮业班凯罗 季后赛场却25.2分 7.3篮板4.3助攻 表现非常抢眼 而奇迹这边 米切尔上一场空卡50分都没能带队赢球 打到第四节孤军奋战 身边一个队友都没有 米切尔季后赛生涯一共三次拿到50加的分 季后赛50加次数现役第一 历史第三 20年对阵决金时轰下的57分 也是现役球员季后赛最高分 根据数据统计 NBA一时共进行了148次抢7大战 主场球队赢球111次 获胜占比75% 此外骑士队是此前7次抢7大战 球队战绩5胜2负 种种迹象都对骑士有利 但是赛前骑士却收获坏消息 球队内线核心阿伦 继续因肋骨挫伤缺席 此外如果骑士真晋级次轮 阿伦何时付出都没有具体时间表 而这组对决的胜者将迎战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已经多休息了四天 魔术手发 加里哈里斯加萨格斯加小瓦格纳 加班凯罗加温德尔卡特 骑士手发 加兰加米切尔加斯特鲁斯加 奥克罗加小莫布里 开具班凯罗后扬跳投打击 米切尔军选小瓦格纳 小瓦格纳回应一个三不战出戒 萨格斯追身三分 米切尔造杀伤 中断班凯罗下起三分语 联合温德尔卡特一度拉开十分分叉 杰莫罗维尔连续得分帮骑士止血 第一节魔术二是四比十八领先骑士 第二节回来 大瓦格纳红三分 班凯罗和安东尼连续突破上兰德手 班凯罗连续军选斯特鲁斯 骑士进攻直接压火 中断梅里尔和卡特对空三分 班凯罗和哈里斯内外开花 魔术最多拉开十八分分叉 后半段奥克罗连和米切尔轮番上兰德手 杰莫罗维尔继续造杀伤 梅里尔的吹身三分球帮助骑士一路缩小分叉 半场骑士追到四十三比五十三魔术 班凯罗上半场独卡二十四分八篮板 但队友手感都很差 米切尔半场十五分 罗维尔十分 下半场回来 米切尔大三步上篮吹响反扑号角 斯特鲁斯和米切尔下起三分语 米切尔对抗上篮 萨格斯和班凯罗三分持续后 米切尔继续造杀伤 一波留半平比分 斯特鲁斯也下起三分语 加上奥克罗的罚球 三节结束时 七十七十六到六十八反超魔术 决战第四节 米切尔继续不将离轰三分 班凯罗联合安东尼追分 罗维尔高难度飞身上篮打尽后 七十四气已经起来了 关键时刻班凯罗爆扣止血 中断加兰命中三分球 七十拉开两位数分叉 决胜时刻 班凯罗和小瓦追分 米切尔和加兰发球回应 魔术没有三分追分的手段 十分左右分插腰不可及 最后两分钟 斯特鲁斯爆扣加莫布里 布莱莎斯比赛悬念 最终骑士106比94击败魔术 大逼分4比3淘汰对手 晋级东部分区半决赛 从一度落后18分 到最终赢12分 骑士逆转30分 米切尔功不可没 恭喜骑士 在詹姆斯离开球队后 首次打进晋后赛分区半决赛 实话实说 米切尔在晋后赛的表现确实彪悍 连续好几场比赛 一路扛着球队前进 但凡有第二个稳定的分点 米切尔都不至于这么累 其实没有太多休息时间 两天后 他们就客场挑战 东部第一的凯尔特人 期待米切尔带来更多惊喜 而魔术输掉抢气大战 遗憾出局 这支年轻的球队常规赛 打出47胜 比上赛季多赢了13场比赛 比202122赛季多赢了25场比赛 他们的表现已经超出预期 但要想阵阵阶后赛走得更远 现有阵容仍然需要升级 永迟的克莱 快穿的乔治都是魔术的潜在目标 下赛季 魔术现有阵容中的11名球员 在合同期内 但没有一名球员的年薪 超过1700万美元 本赛季打入季后赛的球队中 只有三只在今年夏天 拥有大量新进空间 其中一只就是魔术 另外两只是雷霆和76人 魔术还拥有5个 可以交易的首轮签 交易资产相当充足 他们预计能腾出 5000万以上的新进空间 最极致甚至能达到7500万 如果魔术选择留下 英格尔斯和大瓦格纳 并保障艾萨克的 1740万合同 算上首轮签的薪水 他们还有大概 3500万的空间 我们在制定下一步计划时 必须非常谨慎 非常有针对性 魔术对篮球运营总裁 维尔特曼在季后赛 开始前的播客中说到 但我要说的是 我们确实觉得我们能够 吸引几年前 无法吸引到的球员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不考虑如何将其纳入其中 我们计划继续吸引其他球队的球员 前期大战 这两位同位22岁的后卫投射 表现很糟糕 小瓦格纳15中1 萨格斯13中2 但综合整个赛季的表现 这依然是两位值得留下的年轻人 小瓦格纳场均19.7分 创生涯新高 赛季打出了11次20加5加5的表现 在G3击败骑士的比赛中 他一人独得34分 只投丢4个球 但整个赛季下来 小瓦格纳的投篮表现还是不够好 他的跳投命中率只有29.1% 在所有至少100次跳投的球员里排名垫底 在全明星周末后 他的三分命中率更是惨不忍睹的18.5% 若从投篮低迷中复苏 小瓦格纳依然是一个全能型的球员 萨格斯的防守能力突出 他在联盟抢断榜上并为底挖 防守中复职进入联盟前十 萨格斯47.1%的投篮命中率 军创生涯新高 另外 布尔茨 汉里斯 艾萨克 温德尔 卡特等人也有提前续约的资格了 魔术需要补枪哪些领域 ESPN给出的答案是进攻组织者 三分射手和中锋位置上的深度 此前有报道称 若克莱和乔治具备交易的可能 魔术预计会对这两位老将发起追逐 名记Ramona Shelburne曾报道称 有两支球队非常关注保罗 乔治 他们是奥兰多魔术队和费城76人队 因为他们都有钱砸他 并且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侧翼老将 勇士队级Tim Tawakami则表示 魔术队现在有很多年轻且有天赋的球员 但他们缺少射手 他们可能会在夏天为克莱提供一大笔钱 魔术毕竟是全联盟第四年轻的球队 他们需要拥有更丰富经验的老将 不过 ESPN也指出演员的一些顾虑 那就是他们需要在不影响防守和年轻人成长的情况下改善进攻 同时还要保持财务的灵活性 防守出色是魔术本赛季的重大亮点 他们在常规赛的防守效率达到110.8 高局联盟第三 仅次于森林郎和凯尔特人 因此 如果目标是乔治和克莱 他们需要评估合同的年限和角色的作用 避免带来负面的效果 首先乔治这边 据美媒Hoopchip记者Michael Scottle报道 本赛季中许 快川曾给球队前锋保罗乔治提供了一份类似伦纳德的续约合同 三年1.53亿美元 但是被乔治团队拒绝 他们希望在今下谋求一份四年顶薪合同 晚些时候 据快川随队记者Murray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乔治将在当地时间7月1日后挑出下赛季4879万美元合同球员选项 成为自由球员 寻求一份能为其提供四年顶薪合同的球队 本赛季地后赛乔治出战6场 场均上场37分中得到19.5分 6.8篮板 4.8助攻 1.2抢断 0.5开帽 三项命中率41.1% 36.7%和84% 尽管乔治的数据有些匹配不上他4500万美元的薪资 尤其是最后两场合计只得到了33分 这也是快川被独星侠四比二淘汰出局的原因之一 但是 考虑到乔治拥有联盟最稀缺的优质3D属性 以及市场上没有更合适的替代者 快川若想继续向着总冠军发起冲击 还是应该尽可能留下乔治 但魔术巨大的薪资空间 恐怕让快川留人不那么容易 而克莱这边 前不久 勇士球星克莱汤普森在赛季总结发布会上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自己很想留在勇士 但是到了生涯这个阶段 他更想为自己和家人争取更优渥的物质条件 显然 汤普森的意思是他下一站在哪里 取决于哪支球队愿意提供更高的合同 目前 汤普森的合同已经到期 成为了完全自由球员 据之前报道 魔术 独行侠 热火 快川 无人都对汤普森有益 今日 据勇士随队记者Kandra Andrews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汤普森在自由市场上并没有引起预想的轰动 这让汤普森的团队的立场产生了变动 他们决定把回归勇士重新纳入选项 愿意接受球队让其打题目的安排和合同金额上的适当让步 对于勇士而言 如果能用两年平均薪资在2000万到2500万美元的合同 留下汤普森的话 绝对是值得 一方面 汤普森依旧是联盟优秀射手之一 市场上同等价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替代者 另一方面 汤普森和库里关系很好 留下他更能让库里专注于球场 对于这点而言 魔术应该没有任何机会 对于这种事实上